她是一位非常神秘而美艳的女人 手里总是拿着一朵黑色的玫瑰 据说只有当真正的爱情降临时 她手中的玫瑰就会变成红色 本期就为大家分享这部 颇为另类的电影《黑玫瑰公寓》 电影的男主左平经营着一家 名为黑玫瑰公馆的高档俱乐部 这里的客人不是商界精英 就是正坛潜贵 有天公馆里来了一位非常美艳 又非常神秘的女人 她名叫腾伟龙子 是一位才华横移的女歌手 她的身世无人知晓 甚至她住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 她总是每天八点准时来到公馆 十一点又准时离开 身边总是跟着一个 漠不作声的混血青年 龙子的歌声非常美妙动人 令人陶醉 一时间她称了许多社会名流 正向追讽的女神 但龙子却对这些追求者极其冷淡 她总是首饰一朵黑色的玫瑰 据说只有真爱降临时 她手中的黑色玫瑰才会变成红色 虽然那种纯粹永恒的爱情 在人间难以寻觅 但她不会妥协 依然坚持追逐自己梦想的爱情 直到她手中的黑玫瑰变成红色的拿田 美艳而神秘的龙子 给左平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当时左平的妻子 因为多年前的那场车祸 一直卧病不起 左平一度很难忍受 和这样的妻子一起生活 她说等她找到自己喜欢的人后 就会离开妻子 但这么多年下来 她还是没有离开 倒不是因为她有多爱妻子 而是她非常保守 难以走出这一步 谈话间 妻子一直拿着一朵黑色的玫瑰 那是他们的小儿子恒一 刚刚来看望她时留下的东西 恒一和父亲左平的性格完全相反 她非常叛逆任性 做事从不考虑后果 几年前 她和一个相爱的女子一起离家私奔 如今她又穷困潦倒回到了这里 但她没有脸来见父亲 只想从母亲这里借一点钱 一解燃眉至极 有天一个名叫大友的男子突然来到了公馆 她自称是龙子的丈夫 这让大家感到非常惊讶 而且据大友所说 龙子好像患有一种精神疾病 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但即便如此 她依然爱着龙子 甘愿做她皮鞭下温顺的绵羊 就在这时 八点的钟声突然响起 龙子毫不意外地按时出现在公馆 就像往常一样 她从来也不会迟到 哪怕是一分钟 只见龙子非常从容地从大友身旁走过 好像他们素不相识 大友于是拦住了龙子 对着龙子细处他们在一起的种种往事 他说的如此美妙又如此的卑微 好像在祈求龙子的回应 然而龙子只是冷冷地说 他根本不认识大友 两人之间的事让大家都感到有些疑惑 人们怀疑他们两个之中 必定有一个人在撒谎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 又有一个陌生的男子来到了公馆寻找龙子 当龙子走出来时 他的神情开始陡然紧张了起来 龙子只是忘了他一眼 什么也没有说 便开始唱起了歌 只见那个男子看着龙子情歌漫舞 心酸的泪水开始不由自主地在眼里打转 就是这首熟悉的歌曲 他曾经在一家酒吧听龙子唱过 那时他被龙子的歌声深深折服 从此爱得无法自拔 从那以后 他开始整日光顾那家酒吧 听龙子唱歌 为此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变得穷昏潦倒 但为了能见到龙子 就算付出一切 他也在所不惜 他将心中吃热的感情告诉了龙子 并请由龙子留在他的身边 然而龙子只是冷冷地说 他根本就不认识眼前的这个人 说完之后 龙子别扭头离开了这里 只见男子悲痛万分 绝望至极 他记得龙子告诉过他 有天那朵黑色的玫瑰会变成红色 可他现在终于明白 世界上根本没有黑色的玫瑰 男子最后悲悲地离开了公馆 他在夜晚的街道上 漫无目的地徘徊了很久 直到第二天清晨 人们在河边发现了他的尸体 人们开始议论纷纷 说龙子不过是个水性洋化的女人 但那个自称是龙子丈夫的大友 却不以为然 他声称在座的各位 都没有拥有过龙子所做的那种 真正纯粹的爱情 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指责龙子 那个自杀的人也不值得同情 更加不是龙子的错 那天晚上 龙子意外地没有再来公馆 左边回家的时候 无意间在路上偶遇了龙子 他邀请龙子回到他的公馆 否则那里将了无声趣 但龙子什么也没有说 就在那天晚上 左边突然梦到了龙子 梦中的龙子好像大友所说的那样 充满了暴力和邪恶 他被这个噩梦惊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 龙子终于再次来到了公馆 同时还有一个性格暴力的年轻人 也来到了这里 说是要带走他的龙子 他说他在神户的一个赌局上 认识了龙子 当时高傲冷酷的龙子 立刻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记得龙子的手臂上 还有一个玫瑰刺青 说着他就用刀划开了龙子的衣袖 但龙子的手臂上 却并没有刺青 龙子也对此人完全无感 别冷冷的说 他不属于任何人 然而这个男子不肯善罢甘休 说着就要强行带走龙子 这时那个一直跟随龙子的混血青年 突然挺身而出 拦住了此人 两人于是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最终两人双双被此身亡 龙子抱起自己的那个随从 在他的额头亲吻了一下 那人的鲜血将龙子的黑色玫瑰染上了红色 这时大友好像突然间明白了一切 龙子的黑色玫瑰 似乎只有男人的鲜血才能将它变成红色 但这样的红色不会长久 这样的浪漫也只会带来死亡 他不想和这两个男人一样 最终选择了离开这里 离开龙子 另一边 龙子看着鲜血染红的玫瑰 发现他果然如大友所说的那样 立刻又变回了黑色 他突然间感到非常的失望 与此同时 发生了这样的惨剧以后 人们愈发开始对龙子表现出了诸多的恶意和不满 但左平却认为 这些意外并不能怪到龙子的身上 彻底离开这里 但左平却想要留下龙子 原来他早已不知不觉中爱上了龙子 他说他愿意为龙子的幸福做任何事 他也不在乎龙子到底有怎样的过去 他现在只想和龙子厮守在一起 或许是被左平的话所感动 龙子最后哼着选择留了下来 但左平的心里也非常清楚 龙子追逐爱情的脚步不会停止 他只是暂时寄居在这里 终有一天他会展翅高飞离他而去 他非常担心那天的到来 他于是将公馆整修了一番 交给了龙子打理 就这样一段时间以后 龙子成了这里当之无愧的女王 令无数男子身魂颠倒 魂牵绷 龙子看起来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左平也用这样的方式拴出了龙子的心 然而没过多久 一个人的到来 彻底打破了这种平静 左平的小儿子横一 突然回到了家中 他一开始认为 龙子和父亲在一起 只是贪图他的钱财 但久而久之 他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 龙子远比他想象的 要神秘 要疯狂的多 而且不知不觉中 他也无可救药的爱上了龙子 相比于父亲的平静卤水 横一对龙子的感情 就像愤怒的大海 汹涌而疯狂 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浪子 年轻冲动 不顾一切 这反而让龙子 头一次感到了一种 内心的莫名悸动 可是那朵黑色的玫瑰 还是没有变成红色 他也不知道自己 究竟对横一有没有动心 与此同时 横一虽然叛逆任性 但龙子当时毕竟是父亲的人 他内心还是感到有些纠结 只是到了最后 横一并没有压住心中的火焰 还是勇敢地向龙子表白了心意 而他的不顾一切 也同样感染了龙子 他们最后走到了一起 甚至打算一起私奔 逃离这个地方 但离开这里需要一笔资金 横一不愿向父亲开口 他最后通过一个道上的朋友 企图抢劫毒贩的货款 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很不幸 那次行动被警察发现 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结果横一不但得罪了黑道 也成了警察进党的逃犯 横一在逃跑途中还受了伤 最终艰难地逃回了家中 此时此刻 他只想带着龙子立刻离开这里 但父亲左平拦住了横一 他说龙子是个危险的女人 他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女人 左平说所谓的爱应该是追求幸福 而不是被欲望和冲动拖下深渊 他最后让横一做出选择 留在他身边或者和龙子一起走 横一最后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和龙子一起离开 父亲见此非常的失望 他反过预感到了儿子最后的结局 龙子那朵黑色的玫瑰 会因为儿子的鲜血而再次染上红色 结果左平果然预感的没错 当横一带着龙子驾着小婷 准备登上大船逃离这里时 他的伤口越来越疼痛难忍 最终昏厥了过去 龙子眼看着小婷就要撞上前面的大船 但他此时却没有丝毫躲避的意思 只是对着横一大声说了一句 我爱你 随后小婷一头撞上了大船 左平后来接到了警察的通知 来到码头查看两人的失手 他最后偶然看到那朵黑色的玫瑰 已经被鲜血染在阴红 电影也到此结束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